北京故宮建院九十四年以來 首次點燈開夜場 邀請民眾免費入宮鬧元宵 配上難得一見的超級大月亮 此進城 越夜越熱鬧 正院十五元宵節 是新一年第一個月圓之夜 北京故宮第一次開放夜間入場 從宗卓縣武門走進去 一路光彩奪目 仿若天上人間 我們一共佈置了超過八百顆的 這種LED的燈 同時我們是通過一個波浪式的轉換 能夠讓大家在山原之夜 看到一個更加活潑更加立體 更加生動的一個武門 從武門城樓進入到太和門廣場 大面積的光雕藝術迎面而來 三千平方公尺的空間 變身夜景燈光秀場 一旁的唱音閣戲樓也搬出大戲 孫悟空搔手弄撕 鬥的觀眾哈哈大笑 看完京劇 琵琶樂團演出和故宮過大年展覽後 民眾還能沿著有紅燈籠點綴的城牆 步行到東南角樓和東華門城樓 欣賞投影在神武門屋頂的名畫 清明上河圖以及千里江山圖圈 格外的震撼 而且走入故宮之後我發現真的是一步一景 非常的夢幻 感覺夢幻是夢幻一般 我們這就好像人在畫中走 活動一開放預約 官方搶票系統瞬間癱瘓 19 20號兩天的票被一掃而空 網上的黃牛票甚至被炒到 僅萬元人民幣超過四萬五千台幣的天價 我們是第一次所以格拜的慎重 對於究竟有多少觀眾 他們能夠保證我們的文物的安全 我們的古建築的安全的前提下 輕鬆的愉快的來進行參觀 這個數字我們要體驗 面對民眾反響熱烈 善季祥表示上緣之夜活動結束後 故宮方面會進行全面評估 未來將爭取在重要節日 如中秋 端午 重陽等等 推出一些文化活動 要沒有搶到票的民眾再耐心等等